为方便市民及长者预约搭乘敬老爱新计程车 台北市公运处与公办民营社福机构以及联合医院院区 事办QR Code扫码叫车服务 扫码后只要填写姓名电话 不需下载APP和填写上车地址 就可以串联车队叫车服务 因为我们从108年的3月开始 搭乘就持敬老爱新悠悠卡搭乘敬老爱新车队 它现在的补助金额已经提高成一个汤匙补助50块 所以我们发现它的这个敬老爱新的使用的 就是计程车的使用需求其实是逐渐的增加 那为了方便这些长者或市民朋友去叫车的服务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已经在联一的七大院区 以及公办民营的14家机构 去张贴这个叫车的一个海报就是这一张 那这海报里面呢 其实它已经设定好乘车地点了 所以市民朋友他只要去扫码 然后输入他的姓名跟电话 就可以去做预约叫车 那不用再下载车队的APP加入会员 以及再重新输入上车的地点 那方便那个长者或是市民 他们在叫车的一个服务 这是我们现在推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供应处表示 由于QR Code连接车队叫车网页 因此叫车功能与下载APP相同 使用上却更加便利 因为以往我们车队的预约叫车 都是第一个要先下载APP 那APP之后你还要加入会员 会员之后呢 你还是必须输入一些相关的基本资料 另外呢 因为你上车的地点不同 APP是没办法判断的 所以你还要再输入说 你要上车地点在哪里 但是这个叫车呢 其实就很简单 你扫完QR Code之后呢 它其实就联动到你上车的地点了 你只需要输入你的姓名跟电话 这样就可以去完成叫车的一个手续 它只是一个网页 所以它就会跳出网页的画面 那个画面很简单 就是姓名电话 跟你预计要付费的方式 然后它就会去媒合 媒合完之后 它就会跳出网页的结果 告诉你有媒合成功或没有媒合成功 媒合成功就会通知你说 车子什么时候到 车号是几号 它其实是一样的程序 只是我们有简化它的一个流程 就是你不用再去做一些APP的加入 因为有一些长者或是名朋友 其实不喜欢加入很多APP 对啊 因为它只是要做一个叫车的动作而已 那另外会在这几个机构 因为它有可能是常去的地点 所以其实我们经常出入 它也会做记忆 就比如说我常常去联一的人爱院区 我下一次叫车 我就不用再输入我的姓名跟电话 它就会做一个记忆 所以下一次你只要做一个叫车的 那个叫车的手续就可以了 所以之前第一次输入的一些程序 其实都可以省略 其实对使用者是非常方便的 供应处表示 若试办成效良好 未来也将扩大至其他需要轿车的地点 让长者搭乘爱心计程车更加方便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导 等等 请不思讨论 这下车